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欢迎收看古前来点名 清明节过了四月变盘 变盘了没有 这投资人很在意啊 那我认为四月还是盘整 但是个股表现偏多操作 今天大盘一开盘就中错 恐慌一百多点 事实上没有必要 重点还是在个股 等一下我会简单跟大家谈 那今天来讲 我这个上礼拜标题 保瑞六支涨停了 保瑞今天又创新到涨了9% 我说你要超前部署 重点是个股嘛 大盘方向抓稳了 不要老师再忽兜忽空 聊灾 主流股 抓住低买 你就坐轎嘛 你就是赢家 轻轻松松 我说你要超前部署对不对 今天委权电视又涨停 今天保瑞也涨9% 那这两档的差别在哪里 这一档股票呢 生气股王7亿 我已经赚60%以上了 那委权电呢 起涨 所以我说机会都在 那这些股票再怎么样 它在轮流起嘛 在轮涨 那你要把握这个机会 那大涨的股票呢 你要买之前 你要自己去思考一下 那还有没有一些低 红低可以布局的 这才是重点嘛 今天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 这起涨 这涨波段嘛 你用不超前部署 我成本在50.5到51啊 在这个地方 你用不超前部署 今天这样就多扣嘛 那保瑞呢 几次涨停啊 六成了嘛 这7亿 这个17亿 去年EPS赚18块 今年第一季已经赚10块 这个叫大幅成长 当第一季季报 公布了前后 你就要去注意嘛 保留我们第一次买进是什么时候 二月初 接下来三月嘛 那这个地方 公布之前的月报 很明显的第一季已经获利超前了嘛 所以你要超前部署啊 那大盘在这个地方 我用这两档股票跟大家举例说明 那这实际的操作例子哦 这实际的例子会用手中的持股 我护法律责任 那你看一看大盘 大盘在三月的时候在整理嘛 那我说三月呢 选股不选市嘛 那四月呢 还是一样选股不选市嘛 那你要去注意 当大盘三月在整理的时候 保留这里是最佳的买点啊 这里跟着我做的话呢 六成三月 尾群店这里呢 三月底四月嘛 那你再看一下呢 之前 AI四星也是三月嘛 三月初对不对 跟保瑞一样啊 那这里就是保瑞 这三月车嘛 这家买点啊 上去呢 五支涨停啊 四星 对不对 不是涨了去追 那再看一看散热的 也是一样嘛 是机会都在 你要在低买 还是在这里追涨 我说你要往上追的话呢 你要自己先思考一下 那还有没有股票可以风低布局 再看一遍 是不是选股不选市 持股绩效 今天大盘开第100多点 有没有必要紧张 开高啊 直接开高嘛 但这种股票你要注意好 现在你往上追的话呢 有时候不小心会碰到什么 碰到当冲隔日冲的 那短线上呢 你去追高你不一定能赚钱 像今天涨停没锁住 那不重要嘛 你第一买你就是坐轿嘛 你不用去管他当冲隔日冲 那宝瑞呢 冲一冲还是坐波段的赚大钱嘛 对不对 机会是不是都在 那宝瑞你注意看哦 他现在是处混什么 五文中一盘 五文中一盘 大盘 大跌 他还能往上走 这代表什么 代表什么 代表筹码被锁定了嘛 今天你堕起的国 筹码没有锁定 怎么可能 那清明变盘 今天是跌啊 难道变向下 我说四月啊 还是整理盘 进广告之前 跟大家谈 为什么它是整理盘 目前月线是向上的 月线代表短线 对不对 季线呢 代表中线嘛 中线季线也是向上的 那这一条年线 年线是向下的 那这会不会有矛盾 短线中线看涨 年线往下 那纠结在一起就是什么 就是经历嘛 四月 四月还是整理盘 那重点在选股 你没有买对股票 那我今天用事实 用会员的持股 再次的证明 今天大盘开低 跌了57点 该涨的股票 还是涨 对不对 是不是还是涨 我上礼拜怎么讲 我说你要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 对不对 一档一档去操作 那现阶段 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股票 我们即将布局 这一档 一样 一样 法人喜欢 主力在手码的 就跟这里一样 那我希望呢 机会 你要自己把握住 这优惠呢 即将结束 收拾一下 收拾一下 党党布局 党党大战 今天入会 特别推出 168做教专案 欢迎一同做教 速洽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性 拥有三十年股市 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颇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 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 富与之路 知不在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河 陈冬头顾吴老师 手中石骨 宝瑞 虎瑞 志源 雷虎 孙达科 低档布局 党党大战 今天入会 特别推出 168做教专案 欢迎一同做教 速洽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缘续第一段 跟大家谈了 我说这里四月为什么盘整 月线向上 季线向上 这个短线中线是向上的 年线是向下的 那所以会纠结在一起 那年线什么时候向上 年线第三季向上 那今年的高点在第四季 那也就是说三月四月 五月第二季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整理盘 这种盘 我最喜欢 最好做 选对股票就好 高平会去 大盘会去 就好像今天大盘跌 保累涨 对不对 我们再看一下 那这里跟OTC有什么差别 OTC月线向上 季线向上 年线也是向上 所以OTC三个都往上走 那OTC代表什么 中小型的 缩码股 尤其是法人 法人跟主力的缩码股 那这些股票低买 你就轻轻松做叫 轻轻松松 像伪权店 起涨 对不对 像保累涨这么多了 保累之前也跟大家谈到 这所在 三月四 即将公布月报之前 抢先进场 在这里到现在查多少 五只涨停以上 这三月这没多久的事情 是机会都在 回过头来看这个 主流在哪里OTC 因为它月线季线年线都向上 所以这些主流在轮涨 那什么叫轮涨 保累涨一大段了 还没结束 那些伪权店起涨 那这个叫轮涨 那我把它拉长给大家看 这是OTC 我要跟大家谈年线 它一年前是在这一个位置 这里是多少 205 在哪里 在这里 所以它年线是向上的 短 中 长 全部向上 所以你如果没贪钱 代表你买错股票 这主流 那这大盘 大盘年线向下 我给大家对照一下 同样的 一年之前它扣底哪里 这个位置 这位置大概多少 17000 那目前15800 所以年线 年线是向下的 那上个月以后 年线在这里 那时候年线就向上了 所以我说第二季大盘 依然是盘整 但第三季年线向上 就开始翻了 建能高年在第四季 在年底 辽灾 那目前来讲 OTC年线已经向上了 买对主流 低买 轻松奏教 对不对 我就只买足底股 没有追涨 宝类没有追 伟权店也没有追 这是持股绩效 真正会赢的手中的股票 我负华力责任 轻轻松松嘛 那目前还有什么股票 一档一档去操作嘛 那包括之前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像我们之前 像地宝 在这里卖 在这里卖 卖掉 对不对 也没有跌啊 所以第一个我要讲的是什么 我没有坑沙会员嘛 第二个 你不要太过度偏空嘛 这种卖了以后 他整理了 还有可能再创新高啊 这里是多头 选对股票 跟着法人做 跟着操盘的人做 跟他手嘛 没有坑沙会员啊 波段卖掉 没有跌嘛 因为这些 他还在继续做嘛 资源也是一样啊 整理末端 对不对 往上走 现在拉回 拉回这里是不是支撑 他这三天 又涨了 所以来回坐 这里买点 这里也是买点嘛 这里是支撑 对不对 那今天大盘跌 他说不热 没热嘛 那另外呢 森达科 今天也是再去 重点是你有没有选对股票嘛 像这样震荡上去 震荡上去 又上去了嘛 那你不要追 告诉大家呢 不要追 但是拉回可以买 这里是不是支撑 支撑对不对 这里买点 这里买点 这里也是买点嘛 那往上 赚钱没有那么难 问题是 你的操作策略 你要拴到股票 逢低买 你就轻轻松松嘛 让法安来抬轿啊 叫操盘嘛 不是在解盘啊 我说三月盘整 它是盘整 四月一样盘整 第三季开始 年限向上 起涨 上个月我说呢 你要操钱部署 对不对 保内涨了 委权店也涨了 机会都在 那接下来呢 像这两股票 也是一样整理末端嘛 大概七十块附近的股票 这地方买 你有机会 坐轿 不是帮别人抬轿 最后的机会 休息一下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凝湿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今天入会 特别推出 168坐轿专案 欢迎一同坐轿 速洽专线 0227525868 27525868 法人顾问 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30年股市 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 颇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 法人顾问 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 富裕之路 这部单线 022752 5868 27525868 欢迎回到现场 一开始跟大家谈台子 台子目前来讲 您会发现 这个跳空缺口 底部一路垫高 那这里是15650 这里是157 今天开盘在这里 对不对 那这个叫什么 上面压力很重 这个叫盘整 积跌 可以做多 赚了就走 那往上就偏空操作 那另外 今天第三段跟大家谈一下 军工概念股 雷虎今天没有跌 你要去注意 他今天是20分钟一盘 他被处分20分钟一盘 大盘在跌 他没有跌 代表什么 代表筹码 有可能被锁住了 对不对 今天保育也没有跌 军工股 你会看到 二月份的买点 这三月份 这往上 也是一样 获利都超过三成到五成 这三天 你要去注意 这种好的股票 拉回的买点 这里是不是都是一个支撑区 那这三天 他也是连续三小红 那这一天是涨停板 隔天怎么样 被处分20分钟一盘 所以他有拉回整理 可是并没有跌 那这种股票 不会那么快结束 如果你错过这里 错过这里 那最近你要去注意 他的买点 那另外 像军工股另外一档全训 他是导弹的 也是一样 整理一段时间 对不对 然后往上标 那这里是什么 这里有经过除息 那这里是不是量缩掉了 那这种股票 阻底向上 对不对 不会破底 这里会守 那这个地方最近 有哪些地方 可以去做布局 你自己要斟酌 那重点是什么 低买坐轿 这是有关军工股的部分 那记忆体的部分 在今天来讲 今天去年是涨的 金豪科是跌的 跌你要注意买点 金豪科 上个月有跟大家谈记忆体 对不对 往上涨 那我说过最近很多股票都怎么样 那有些做隔日冲 有些做当冲 所以你往上追涨的话 你要很小心很小心 但是拉回这些股票 这里买赚钱 不要追 拉回 量缩了 对不对 那这里又是支撑 没有看坏 那记忆体的群联 它是往上走的 这三个月 今天又去 南亚科 一样整理末端 也是往上走 所以记忆体这个族群 有没有抗坏 没有抗坏 军工股也没有抗坏 那一档一档去操作 那今天来讲 我们简单给大家看一下 抗讯 我说大盘会来回震荡 现阶段我们专注在个股 避开地雷 低卖潜力股 尾群电 触骑涨停 作教对不对 它是骑涨 保瑞一样涨9% 它是波段 所以我说豪特股票是轮涨 对不对 这个已经涨大波段了 这个刚骑涨 那我说这个是会员的持股绩效 是一档一档操作 上礼拜跟大家谈 有一些股票你要超前部署 对不对 持续标 五分钟一盘还能够接近涨停 这一定是锁码 大盘开地100多点 它是开高的 开高走高对不对 触及涨停没有锁 这里面有一些人很喜欢做什么样 当冲隔日冲 那当冲的话 它就在这里买 这里冲掉 那没有关系 没有锁没有关系 重点是你是第一买 我成本在哪里 50.5到51 会员都在看 我负华力责任 50.5到51 那今天不管它有没有锁 你就是探测或是基天办 起掌 持续看好 Type-C 苹果手机全部要换这个新的接口 那重点是什么 起掌 这个价位买进 这个才叫做教 这个价位买进 这个才叫做教 对不对 这三位站 谁站 那时候大盘在震荡 三月份 世新也是 我给大家对照一下 三月就这里 这里在跌 大家很恐慌 一档一档股票要上去 AI包括散热的 包括伪钱店 这个是轮涨 每一档股票涨的时间都不一样 那接下来 有哪些股票 我说你要怎么样 你要超前部署 这档股票 就是你要超前部署 机会都在 对不对 给自己一个机会 我来帮你 这个优惠即将结案 谢谢大家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我们这是社会的一只罗斯兽 但是这只罗斯兽不安 比较大的机器 不要放拌不担忍 所以我们远航照起工 用心粉和汤水 让大家生活 舒适又安全 你会不会知道我们的娘